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春秋鼎盛 我是王春胜老师 鸿海的立楼车行情 你都下车了 鸿海这一波 赚的油是你的吗 就不会了吗 五月底股东会会不会有惊喜呢 拭目以待 刘董 选上董事长已经几年了 两年了 股价有没有动了 那明年第三年 满三年是不是要改选 能不能继续做很重要的指标吗 股价有没有上来 获利有没有上来吧 想一想郭董当初 他说他退休的目标是多少 刘董是不是要帮他完成 我们持续追踪鸿海 你直接找老师的LINE 或者是搜寻LINEID 小老鼠消写的A1377 直接加老师LINE 春秋鼎盛粉丝团 完全免费 我们持续一起来追踪鸿海 另外你要知道盘中最及时的资讯免费的 来Telegram 直接扫QR加入就可以了 我们先看一下加群指数 今天又创例子新高 21,567点再创新高 这四天老师在解盘的时候 是不是有跟大家讲 你不要担心 连续四根 黑K 要害怕吗 创新高之后留个上影线 接下来又小跌 那接下来两天都是十字变盘线 乃至于说破了五日线 老师在节目中怎么跟你讲的 不要去担心啊 今年是大多童年 全球经济最强的国家 美国 那斯达克 S&P500 是不是继续在创新高 那前天呢 道琼也创了四万点的新高嘛 一直频繁的创新高 这就是非常标准的多头行情 急跌还涨 涨不停 一直过高 那其他国家呢 德国也创高 英国也创高 那前阵子日本也创高 荷兰也创高 全球都沉浸在这个市场氛围中 那为什么会这样的 因为大家都预期 连准会今年要降息啊 目前看到是九月份 降息几率是多少 六成四啊 六成四啊 之前啊 一直 在降息的议题中 一直没有时间表 都是为什么 通膨嘛 通膨一到三月反弹起来了 连准会敢降息吗 当然不敢啊 乃至于当初还有一派在说要不要升息 再压一下通膨 那四月份数字下来了 又开始回复往下了 那是不是大家就安心一点 但是啊 你说九月份就能够立刻降息吗 我老师先打个问号 因为今天最重要的不是连准会降息的问题 他虽然今天晚上也会发布啊 连准会啊 五月一号 会后纪要 看一下什么时候降息的几率啊 但是啊 老师在这边预估啊 也是写的八九不离十 就是说还是要持续看后续的通膨数据才能够去做决定 但是今天晚上明天清晨收盘之后 NVIDIA回答要公告他第一季的财报 营收245亿美金 高标准 那市场预估要成长两倍以上 那获利呢 EPS5.18块 是成长多少 成长五倍啊 连续四个季度 营收跟获利都是大幅成长 那想一下 如果明天清晨 公告出来了如预期 那是不是非常好 好 回答昨天在创告 那台股今天呢 所有的AI是不是又开始狂喷 包括台积电的部分 台积电今天又创新高 865块 当然就是推升大盘最主要的公司 的推手之一嘛 那鸿海 联发科是不是也都站上来推了 那金融股呢 今天也上来了 所以指数今天能够过高嘛 一扫你看前面四天全部把它吃掉 那后面 当然了今年已经涨了三千多点了 可能会震荡一点 但是你不用担心 因为今年是大多头年 急跌还涨 你要记住 急跌还涨 急跌的时候就是你的机会 这波急跌的时候你没有把握到 现在一直在涨 你不用害怕 为什么 你看一下外资的部分 今天新台币啊 没有强升席啊 没有强升啊 没有强升啊 在平盘上下游走而已啊 外资今天买多少 321亿啊 押宝的买盘全部进场 进场什么 明天清晨啊 NVIDIA财报 如果好 展望也好 那就是要喷的 所以外资已经在卡位了 那外资啊 到今天5月22 5月份一共买了多少 1600多亿了 投信的话今天卖2亿 但是投信从5月份到目前为止 已经买了520亿了 那自营商呢 小福买超 整个三大法人到今天为止 买了2161亿啊 是非常多 这些这么多的钱进来 他是要买他跌吗 还是要买他涨 非常清楚嘛 接下来 OTC指数 今天是不是涨势开始加速了 全资股再拉 台积电 鸿海 林发科都拉上来了 中小型股蠢蠢欲动啊 慢慢的在还涨 今天涨了1.04%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量都出来了 大盘量也出来了 4398亿 OTC呢 1239亿 两个加起来 又是5600多亿 量能一直存在的 根本没有退潮 没有退潮的状况之下 很容易继续涨下去 只是过程中会震荡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大盘创新高了 OTC还没啊 所以啊 资金会轮转 接下来就是 中小型股又要开始动了 来我们来看一下 鸿海 为何拉回 你一定要买 老师昨天节目中已经有讲了 很重要 今天再讲一遍 台股的净值比啊 2.5倍 鸿海现在多少 大概1.5倍左右 广达是6倍哦 广达200多块快300 对不对 鸿海呢 今天169块 差很大 为什么倍数没有加进来 如果开始慢慢的往集中下来呢 那就不一样了 而且你看 鸿海的价值107块 现在169而已 对不对 广达呢 它的净值才48块而已 现在2块300块 那你看 你要买安全的 你是不是要买鸿海 因为它越贴近于它的净值嘛 所以就算了 大盘今天创高了 那之后又拉回来 鸿海了不起就是整理嘛 不会大跌啊 那种腰斩跌30% 50%的 不发生啦 不怕啦 那接下来 投资啊 是要看趋势的 趋势看什么 AI 这10年都是看AI AI未来8年的产值是多少 一兆美元啊 光在硬体 就超过5000亿美金了 那5000亿美金 是不是很吓人 那鸿海最坏的状况过去了 去年任列夏普亏损多少 173亿 今年任列亏105亿 鸿海业外是亏钱 就是因为夏普造成 那夏普去年 那我老师看了他的财报 去年亏了1520亿日币 那今年呢 他的展望是多少 他是赚50亿日币 由大亏变成小赚 那你就想吧 鸿海还要再任列他损益吗 不用嘛 所以最坏的已经过去了 那接下来呢 第一季的财报 三绿三升 营收足迹的成长 为什么会足迹成长 第一季是传统弹机 第二季是不是越来越好 第二季的状况之下是什么 什么会好 待会会告诉你 AI的部分 特别是下个月台北国际电脑展 AMD总裁会来 舒小姐 黄仁勋也会来 他们来都来雇什么 雇AI伺服器 到时候谁大胆 你就非常清楚 那如果GP200开始出货 那又不一样了 那最高阶的GP200部分 鸿海独拿多少 60% 广达只有20% 那你在想 20%跟60%差那么多 对不对 绝对金额谁赚的多 绝对是鸿海赚的多 那接下来我们看筹码面的部分 主力成本 第一波主力成本在多少 136块 第二波呢 已经拉升到150块 但是啊 你已经落车了 你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那散户的筹码 一直在流向大户的手上 外资目标持股41% 预计会买到多少 49% 所以外资会一直买 那技术面部分的话 已经突破16年新高了 红海这些大堆 都不贵不贵 那他已经突破16年新高了 多头国字就是怎样 高点还会再过高 你等着拭目以大 那我们看一下红海今天的K线图 今天涨三块钱 昨天老师是不是有跟你讲 量说的很厉害了吗 随时准备要往上攻 今天呢 希望往上攻吗 还不算 主身段准备开始了 来 伺服器的成长潜力 我们先看一下 整个AI市场 在2022年的时候 400亿美金的市场 软体硬体 以及其他所有服务的部分 10年后 2032年预估来到多少 1.3兆美金 这10年间 成长多少 32.5倍 32.5倍 年复合成长42% 你去找一下 哪个产品哪个市场 有这么高的数字成长 没有啊找不到啊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鸿海伺服器 去年营收推估大概1.1兆台币左右 那它来自于AI的部分 AI伺服器 定三下 今年第一季呢 达标四成 它今年会超过四成 保守来估计 四成 乘以1.1兆 是不是4400亿台币 那现在法人已经有预估啊 推到6000亿的 来自于明年 已经喊出1.2兆 你想一下 这么大的数据 乘出来 红海获利是不是越来越多 那越来越多的观众下 股价是不是都要动 相对应的广大 所有的营收去年加起来 各个产品别 1.1兆台币左右而已 伺服器的占比 35% 所以是13850亿 那今年AI伺服器 要占它伺服器的五成 3850亿 乘以50% 有到2000亿吗 1900多亿而已啊 也不到2000亿 那红海保守估计 就已经4400亿了 外资已经上看6000亿了 那你看 到时候出货之后 谁赚的多 而且非常明确的 辉达最强的晶片 GP200 之后的伺服器 谁拿最多 是不是鸿海 6成 磨了16年 股价开始动 会这么简单就结束吗 而且他明年有 董监改选的压力 刘董要不要继续做着 郭董的心愿 他要不要帮他完成 那获利是一定要的吧 来 我们看第一季 第一季的财报 三绿三升 最主要是插在业外的部分 业外 去年下幅大亏 今年亏幅减少了 所以任劣的亏幅少了将近70亿 减少了70亿 那我们看一下 去年第一季赚了0.93 今年第一季赚了1.59块 成长七成 七成 非常之好 毛利率的部分 从6.04提升到6.32 减少 营业减少 营业减利率 从2.77% 成长到2.78% 小幅成长 最终的减利率的部分 0.88% 成长多少 1.66% 成长幅度将近九成 大幅成长 靠的是什么 今年就是靠AI 第二季 开始大量出货之后 就会不一样 去年AI有出货非常多吗 没有非常多 只有三成而已 今年第一季已经达到四成 之后再继续往上 是不得了的 我们看一下 第二季的展望部分 四大产品类 消费智能 云端网路 电脑终端 元件及其他 我们看一下 AI伺服器放在哪边 云端网路 这一部分 QOQ 就是第二季跟第一季来对比 是往上的 YOY 第二季比去年的第二季 也是往上的 那今天 大家有没有发现 微软已经公告了 AI PC的部分 他已经授权NB 对不对 已经给了 所以今天AI PC非常的强劲 那就是电脑终端的部分 他之前就跟你讲 第二季会很好 是不是都在往上 那元件的部分 也一样都很好 第二季都比去年的第二季好 也比今年的第一季好 四大产品 三个好 有坏吗 没有 消费性电子 第一季是最糟的状况 还在去库存 那第二季呢 拉户力道还没有明显出来 所以是持平 跟去年比起来 一样持平 但是最主要的这三个在拉 那就不一样 利润就会给你拉出来了 所以你要特别留意 逢是红海拉回 都是你要早买点的时候 接下来 大户筹码 为什么看大户筹码 筹码会讲话 我们看近两个月 千张大户在干嘛 买股票 疯狂的买 买将近股本的两个percent 27万多张 红海今天169 把它当做170好了 一张17万 一千另外多少 一亿七万 增加49万 增加49万 每一个至少都是1.7亿起跳 但是只会买刚刚好 当然不止 一定会超过 那三号 你已经拉车 对不对 这两个月你拉车很多 1.12% 跟你有关系吗 已经没地带了 红海后面 贪多少都给你没地带 因为你没他的股票了 这一块的部分的话 三户被洗走了多少 4.1万户 全部都被大户洗走了 都叫你拉车 对不对 因为你认为你有贪掉了 你应该快拉车 结果后面一大堂 都没有去贪掉 来 今天 有打到月刷吗 晒到今天都没打到月刷 虽然还要穿起来 但是大半现在是高档 震荡是正常的 特别是明天清晨NVIDIA 他对第二季的展望讲出来的时候 如果没有超乎预期的好 震荡就会来 震荡是要干嘛 红海的方向非常清楚嘛 他的方向非常清楚的状况是这样 拉回你就是一定要站在买方 千万不要忘记 我们持续来追踪红海 拿起你的手机 扫老师的 9800 春秋鼎盛粉丝团 老师持续帮你追踪 或者搜寻老师 9ID 小老鼠 小写A1377 那你要知道盘中最及时的状况呢 麻烦用Telegram 直接扫QR后 加好友就可以了 这个都是完全免费的 那当然啦 你加入之后 你要私讯老师 可以 没问题的 老师会亲自回复你 那你要跟随老师一起操作 赶快拨打电话进来 027725 1377 0277 1377 老师等着你来电了 今天时间有限 我们节目到这边 明天再会 拜拜 本公司以往节期效不保险未来获利 本公司以往节期效不保险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至个别有价件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实险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学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 中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说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 拜拜 按赞 订阅 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